你爱爱爱不完 相爱人们总是这么烂 著名歌手华晨宇张碧晨给孩子办理户口的照片被曝光之后 再次引爆了娱乐圈 众人不敢相信 没想到这位看似还没有长大的小孩 竟然也成为了一名父亲 并且他与孩子的母亲张碧晨却至今未婚 隔天华晨宇和张碧晨也在其个人社交平台上证实了这一消息 华晨宇表示自己确实有一个女儿 并且很喜欢女儿 女方也随即做了回应和承认了此事 张碧晨说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当时很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后决定和花花断了联系 也选择远走躲藏 瞒着她独自生下孩子 随着孩子的长大 张碧晨觉得她不能剥夺孩子拥有父亲的权利 于是她告诉了华晨宇孩子的存在 之所以躲了这么久 也是为了保护孩子 让她在平静的环境中长大 未婚生子对于一个女生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情 尤其是公众人物 受到的非议会更多 但张碧晨自理行间还是处处维护着华晨宇 不得不说张碧晨是个很善良很自强的女人 对华晨宇也是真爱了 其实两人早在2015年参加畅游天下的时候 就已经有在一起的迹象了 两人在节目上一起游戏 当时也有很多网友发现两人戴了同款首饰 并且举止很是亲密 在华晨宇身体不适的时候 张碧晨也表现出了特有的体贴 华华还得寸进尺 撒娇提出要求 要张碧晨帮她按脖子 场面着实很甜蜜 只是双方当时都否认了恋情 声称是好哥们的关系 如今网友关注的不只是华晨宇和张碧晨的感情问题 更为关心的是两人身后拥有的可爱女儿 瞒着所有人偷偷恋爱 直到女儿的诞生再也瞒不住现实 华晨宇和张碧晨才不得不公开两人的感情 好在两人都对女儿关爱有加 张碧晨处处替对方着想 担心给对方带来压力 而网友在心疼张碧晨的付出时 也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华晨宇的身上 毕竟女儿的出身谁也逃脱不了责任 加上华晨宇如今的处境是一个单身妈妈 很难吃得消所有的压力 一次张碧晨被问 华晨宇是个好父亲吗 而张碧晨表示 对方也在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 可谓是让华晨宇感动到泪目了 那你喜欢梳头吗 你为什么要帮哥哥梳头啊 华晨宇在外人面前的人设 一直是一个单身的音乐大魔王形象 多次在采访中表明 自己是单身和纯情少年的形象 但隐瞒恋情未婚生子的事情爆出后 华晨宇的人设有一点崩塌 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华晨宇也是只能在作为父亲的角色上多花点时间与功夫 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了 虽然未婚生女给张碧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她独有的歌喉依然是存在的 她爱孩子是肯定的了 但有了女儿之后 在以后择偶方面也有一定限制 总觉得大部分女人事业心小了点 容易给自己的生活挖坑 对此观众朋友们觉得 华晨宇会为了女儿 给张碧晨一个完整的婚姻吗 欢迎留言评论 用你来去疼爱 有个小孩 请抓着窗帘的白 新世界在窗外 拉开就到来